哈喽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熬夜 当代年轻人真的很难戒掉熬夜这个习惯,包括我本人 然后我就经常熬夜熬得非常的过度,非常的过分 我几乎每天都在熬夜 然后几乎没有在两三点之前睡着过的状况吧 然后呢也经常说熬到六七点 而且当天还是要上早课的状况下熬到六七点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会非常非常的差 不止精神和身体上会很累 然后从你的脸上也可以看出来你熬夜的痕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熬夜之后我们的皮肤会非常的蜡黄 然后还会很暗沉 然后就像平时感觉淡下去的痘印什么一夜之间又重新回春了 它们又变红变黑了,然后整个很暗沉 然后面饭有光,法令纹也会加深 就整个人苍老了很多 虽然我熬夜的话,就算当天告诉我自己说今天一定要早睡 不早睡会出事 我一定要做一个健康养生的女孩子 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熬夜 我相信很多人也有我这种状况 就说我就看一火手机,然后一看就好几个小时 然后熬夜真的很伤身 我建议大家真的是能借掉熬夜这个习惯就借掉吧 或者说你平时六七点睡觉你就改到两三点睡觉 你熬夜熬一天皮肤状态都会很差 更何况是长期熬夜 这样长期熬夜熬下来我这个脸就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就觉得 就很像刚出月子你知道吗,刚坐完月子的妇女 然后既然借不了熬夜 然后那我们就不能天天保持这么一个沧桑妇女的形象 所以我们要从别的地方来入手来改善我们熬夜之后这个卷容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当然是我熬夜的时候的呼呼步骤 但是我觉得大家能不熬夜就尽量不熬夜吧 然后这期视频是和爱尔博士的合作视频 一开始我没有听过这个牌子还挺担心的 了解之后发现它是和鸡连一样同属于福瑞达旗下的一个品牌 福瑞达真的超厉害啊 就真的很厉害 然后大家可能没有了解 让我给大家讲一下 福瑞达是全世界最大的玻尿酸研发生产基地 什么亚诗兰大、自生堂、SK2啊等等的 玻尿酸的原材料都是由他们提供的 首先我要讲是这款导入精华 它小小一直非常的便携 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 这个精华里面添价3%的二列酵母产物 真的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 然后这个成分是雅诗兰黛和兰蔻小黑瓶的主要成分 真的超级超级无敌贵 它的质地是这种凝露状 非常的水润好吸收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皮肤状态 大家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豆皮 然后豆豆炎症什么问题还挺严重的 一直反而复发作 然后呢 熬夜很狠 大家今天会在两三点钟啊三四点钟啊五六点钟发现我在偷偷 肤色暗黄暗淡现象 就在我一直熬夜没有非常明显的 暗淡和暗黄 然后整个肤色都是比较均匀的 除了我本身的色素沉着和我的豆豆以外 整体肤色是比较均匀的 然后皮肤也是比之前会细腻很多 我们来涂抹一下精华 我的用量是四泵左右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用量要大一点 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 它非常清爽 它有股非常舒服的味道 有点像绿茶 就有点像什么水果加绿茶还什么的 莫里花茶还什么的 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 然后爱尔博士这个品牌 它的所有护肤品都是没有添加酒精 防腐剂的香精的 当然还是有那种很舒服的味道 我还挺喜欢的 给大家看使用完的皮肤 皮肤看起来非常的水润 而且它不会让你的脸泛油光 然后是有一种微微的光泽感 然后就是刚喜欢脸护完肤 皮肤状态很好的感觉 因为熬夜会让你整个皮肤瓶上受损 然后你的肤色会出现暗沉辣黄 涂抹抹护肤品感觉不好吸收 感觉就只是在表面敷了一层东西 就吸收不进去 而且会让人觉得皮肤非常的不透气 就感觉涂了那么多东西 一点作用都没有 就让人很恼火 长期熬夜会让你的皮肤角色层 处在一个干燥受损的状态 护肤品只能起到表面湿润的作用 并没有办法让你吸收进去 所以你就感觉好像涂了一层什么用都没有的东西 这个金黄里面添加有效成分可以快速的饱和你的脚自成 可以帮助你其他护肤品导入吸收 还可以修复屏障 还可以改善你的暗沉 剪完精华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面膜 这个面膜包装非常的简洁 我还挺喜欢这种简洁的包装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膜布 这个面膜布是淡黄色的 因为使用是有厚度的香蕉膜膜布 是可降解的环保生物材料 它的味道是有种淡淡的奶香味 它相比传统面膜布会更加的温和安全 而且就更加的环保 它的面膜布能很好的紧紧的锁住那个精华液 所以呢就能让你的皮肤快速的补水 面膜布也非常服贴柔软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会贴面膜的人 我经常会贴的外外扭 都还有很多小气泡 但这一款面膜布虽然有厚度 但还是可以很好的贴合我的皮肤 这款面膜里面排在成分表第二位的 就是鸡血草的提取物 鸡血草提取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它具有舒缓疲劳 修复镇定的作用 尤其是针对痘痘肌啊 敏感肌啊 有特别明显的消炎作用 然后它还可以促进你皮肤的修复 里面的益生菌和泛酸等成分可以维持 皮肤有益菌 然后维稳改善你的皮肤暗沉等等 面膜时间到了 面膜里面的精华液特别的清爽 然后呢不会像有些面膜 你用完之后不洗脸 就会有非常明显的黏腻感 然后就黏黏的很厚重 感觉皮肤透不过气来 然后这一款就很清爽 就不会让人有那种感觉和害怕闷动 然后呢我先把精华弄吸收之后 再给大家看一下敷完面膜的皮肤状态 拉筋给大家看一下 敷完之后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皮肤 红肿部位得到舒缓然后它的补水效果也非常明显 然后整个皮肤现在就是非常的水润 然后这一款面膜的急救补水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就平时拿来当急救面膜用也可以 敷完面膜之后要讲的当然是后续的护肤了 就是水乳 这款水乳大家可以在我最近的好几个视频里面看到出镜 真的是我最近的爱用物了 水的质地是偏粘稠的 非常的保湿 但是又不会让人感觉很粘 水的味道和乳的味道都是那种 就是没有添加香精色素那种味道 就是不能讲出什么味道不臭也不香 然后挺适合那种不喜欢护肤品有香味的人 然后我们倒出适量的水拍在脸上 然后呢如果皮肤比较干燥的话 我建议大家水这种东西可以叠多几层 像我如果去到比较干燥的地方 比如说我有时候冬天去韩国 皮肤特别干 我就在水这一步会多拍几次 然后重点拍在我两颊还有比一种偏干的地方 然后这款乳液是比较流动性那种 比较清爽的质地 就比较水质的乳液 然后很好推开 然后它吸收也非常的快 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厚重的感觉 我最近真的常常按这种质地的乳液 这种质地的乳液保湿力度到位 又不会过分的厚重 让皮肤感觉透不过气 很闷 也不会就是面饭油光 虽然比较水质 但是它没有那种擦完过后几个小时 就感觉它消失不见了 脸还是很干燥那种感觉 我睡前用完这款水乳去睡觉 它吸收的很快 然后但是能让你的皮肤保持在一个水润的状态下 它既不会黏你的头发 也不会黏你的整睛 但是它还是能让你的皮肤保持在一个非常水润的状态上 早上洗来的时候去洗脸 皮肤也是非常的水润的 不会有那种干干的感觉 因为这款水乳保湿力度很好 又不会过分油腻厚重 所以我最近的妆前保湿都是用这套水乳来完成的 这里面益生菌可以修复你皮肤的表皮层 然后维稳你的皮肤状态 夜间安架泛唇就可以改善你的黑色素沉着 然后改善你熬夜之后的脸色暗淡泛黄 给大家看使用完之后皮肤是保持在一个水润的状态 但是又不会灭泛油光 到这里的话整个护肤流程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叠加一下眼霜啊 还有那个润唇膏 然后到这里整个夜间护肤步骤就结束了 面膜的话我建议的评测是一周一次到两周一次 这样就好了不要贪多 然后精华水乳是要坚持每天使用的 每天都要进行护肤不要偷懒 使用下去真的能很大程度的改善你熬夜之后 带来那种卷容的感觉 然后这个精华我发现在贵价产品之前使用 用了这款精华之后你在用那些贵价产品啊什么什么 它的效果是比单用贵价产品会好很多 它能帮助你的后续的产品吸收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精华来叠加一些自己平时比较功效型的护肤品 现在国产护肤品化妆品都越做越好了 希望大家不要有偏见 尝试一下国产的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看看不要错过那么多好东西 然后这个牌子的护肤品用料都非常的奢华 而且价格都非常的平价 大家可以趁双十一来试试看 然后虽然我分享的是熬夜护肤的分享 但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注意身体不要熬夜 然后早点睡觉 然后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马上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